嗨大家好我是貝爾 今天來介紹一下平常我會做哪些每日和每週 來培養我四落幫週帳號 那話不多說就開始進入我們的影片吧 那首先我每天上線會先點開這個指南針 然後看一下冒險島 冒險島的話我會看獎勵有沒有金幣 如果沒有金幣的話我就會先去破沒有島之星的島 那每天進入的次數是一次 禮拜六日的時候進入次數是兩次 然後兩次分別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然後早上跟晚上都有可能會出現金幣島 所以早上的時候這邊會有個箭頭可以按 按晚上的獎勵 那就看有沒有金幣島 就選擇去破金幣島了 再來是我會看世界BOSS跟混沌之門 那世界BOSS有這些 然後它上面都有寫它的顯示位置 你也可以按這個地圖上顯示位置 來看出它在哪裡 那我覺得比較主要的是這隻塔爾希拉 可以拿到第四顆巨人的心臟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木雅克 它可以拿到奧菲斯之星 再來就是我會以島之星的 先去打 那打這個世界BOSS也是有機會掉金書的 所以那個金書也是蠻有價值的一個道具 再來是我們的混沌之門 那混沌之門也是每天打一次 跟世界BOSS一樣 然後它的獎勵最主要就是這個榮譽碎片帶 打到的話是可以去交易的 我都會拿這個去換金幣 還有有機會會掉金色的刻印書 如果是好的刻印書的話 就可以賣出一個很好的價格 那混沌之門 會在每個整點出現在 各個大地圖裡 你只要找到你現在的那個地圖 然後傳送過去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今天打過了 所以現在沒有顯示 再來我會檢查 流浪商人 一樣打開世界地圖 會有這個橘色的符號 那流浪商人最主要的就是 它賣的卡片以及 好感度道具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買像這個 帕胡圖爾啤酒 這種金色的好感度道具 以及 有需要用到的 卡片 但是 最常用的光套的 金卡 以及 深入了解的藍卡 都會出現在流浪商人 所以這是 需要去注意的 那有個小技巧就是 我會將所需要的卡片 左上角 點一個這個按鈕 這樣在流浪商人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像這個賽莉亞的卡片 左上角有一個金卡 就代表這個是我需要的 我就會直接飛過去找那個 流浪商人購買 像這個 流浪商人就在這張地圖這裡 再來是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的話 一定要破 因為 破每日任務可以獲得 左邊這個點數 那這個點數是 遠針對共通的 點數可以獲得 這個 點範標誌 就可以去找我們的 城鎮裡的 金幣商人 這個 金色 符號的這個商人 他可以購買 大量的金幣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破的 那再來 我的本尊師選擇破 費衣盾的三個每日任務 因為費衣盾這三個每日任務都有 突破石的獎勵 因為本尊師最缺突破石的 再來分身的話我會選擇去破 有關於 聲望的 像是我這邊 這邊就是我破完的聲望 聲望的累積方式就是破 一次每日任務他就會加死 然後就會一直慢慢累積 然後像這個聲望最後的獎勵是 第11個巨人心臟 那就可以上網去查一下有哪些聲望是優先需要破的 我就會用小號去把它完成 然後本尊的話就來破這個突破石 然後再來是美洲委託 美洲委託的話 他可以 快速的累積 旁邊這個點數 雖然這個美洲點數你只要破每日都可以完成 但如果你想要快一點 拿到這個金幣的話你就可以來破這個美洲委託 那美洲委託一樣會有他的 獎勵 那是這個突破石 那我本尊的話是選擇破魔防 還有證明戰場 因為這些獎勵突破石是最多的 再來是好感度培養的部分 那這幾隻是我想要培養的角色 我都有把它做成書籤 當然方便查看他們的階段 那獲選這幾隻也是因為他們的獎勵都有 比較特殊的收集物品 那具體好感度培養的方式就是 先找到特定的NPC 然後對他演奏樂器一次 跟情感表達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那每天就是去找你想要培養感情的 NPC 對他做這些事情就OK了 那再來是 悲探島的美日任務 那悲探島在 哈佛尼卡的下面一點點 那第一次進來就先把這邊劇情解完之後 你就可以來找 這裡的NPC 接美日任務 那他會要你打地圖上的怪 那這美日任務破完之後 他會給你把鑰匙當獎勵 那這把鑰匙就可以來到地圖最上面這邊 進入這個副本 然後把這副本通關之後 就會掉這個紅線團 那紅線團就可以找這個NPC做月環 那這邊都是遠分對限制的 並不是每周都要換 所以就可以 像我這樣 存好幾把鑰匙再一次打掉 然後再換這些道具 那再來當然就是我們最基礎的 混沌副本以及守護者討伐站 那這也是每天都要打的 那你如果今天沒打的話 他會轉換成休息獎物 那他的比例是兩場換成一場 所以盡量還是每天可以打就 打他打掉比較好 那一樣是會拿到突破石 然後飾品 這些 那比較重要的是守護者討伐站 那一樣會拿到最缺的這個突破石 而且這個突破石是可以交易的 也可以拿去賣 那你也可以靠好幾隻分身去打 守護者討伐站 然後每一隻分身打到的可交易 突破石都轉給本尊 讓你的本尊進度快一點 那再來是美洲的部分 美洲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貝里溫遺跡 那他的位置在貝倫南部 一樣要破完貝倫南部的主線才能參與 那你可以過來找這NPC接一個美洲任務 然後他會叫你去打 北部大街這邊的 怪物 打完之後他一樣會給你一個入場券 保護標誌 那你就可以進入這個保護標誌 那你一樣可以花這個入場券 來打這個副本 然後他會掉 他的血魔石 那個血魔石就可以過來這邊 越換 只能越換一次的 道具 那一樣有很多強化道具可以 做越換 是一個 前面一定要破的美洲任務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美洲一定要做的 也是金幣的主要獲取管道 就是深淵襲擊戰 以及軍藍掌襲擊戰 也是俗稱的日月露 跟 跟我們所謂的牛跟魅魔 那他們最主要的當然就是打我們的金幣 還有製作裝備的材料 那當然 美洲一定都會打這些副本 那再來是 這次更新新增的 挑戰深淵副本以及 挑戰守護者討伐戰 那其實他就是拿之前的深淵副本 做強化 來給玩家打 那要注意的是這個調和天品 他把大家的裝等都調到 相同的水準 所以說 並不會出現 高手過來打就比較簡單的情況 就是變成說 大家都要對副本機制夠了解 王也不會馬上被秒殺 所以這是需要注意的 然後這個挑戰守護者也是 一樣有這個調和天品 那每週 就有這三關 守護者 還有這個 兩關的 深淵副本可以打 那他們的獎勵也是蠻豐富的 所以就是建議 每週都一定要把他清除 那這邊就是我大致簡短的 介紹一下我每日和每週會做的事情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以及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搞和司祝賺 還有一些 不是 全部 i'll soon be with it